特別在第三點開始 他就講到說 相信如果講到真心盡力檢查事實 並開成功工作人員作出報告 應該不會什麼什麼什麼 那就是這個詳情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對我來說呢 如果中台出了一份這樣的新聞報 其實就這個事態都幾嚴重 那現在就沒有人覺得這個是指控 不過他的態度就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第三點呢 他的態度已經是一個行議 就是覺得講解功臣當時知不知 他就沒有結論 但是事後的種種行為呢 就好像呢 在包庇著 那就是有這樣的說話 就是這個我看完的一些感受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跟著到第五段呢 就是他不認同廣鐵工程總監所說的 十七支加三支 就是說好像印象只有二十支 講根皮剪短 還有可能都已經更換了 那我就聽到人家說 那我就聽到人家說 多到五千支啦 兩成啦 那他這裏 那港鐵就說二十支啦 那中科這裏呢 就不認同說這個說法 那當然呢 他也沒有表態Y沒有那個數字 那但是 就是大家決定 你們覺得 哪個就是 我教你了 那在第五點的最後呢 有一件事我覺得 就是 都是一個新的一個態度的表達 他就說 他說 肯請港鐵高層 不要再無限地將責任 加諸 本身工作已破壞 做的前線人員身上 那就似乎的含意就是說呢 港鐵 中高層和前線 或清界線的東西都是他們 只不過沒有回報上去呢 他就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啦 還有呢 就不應該針對搜尋涉物者如露心 那就是似乎他在陷示著呢 現在港鐵入面呢 捉鬼的力度就很大 他查一下到底 哪裡出這些事 老實說 如果沒有秘密的就不用捉啦 那是不是表示 就是還有很多 就是 不如告知的東西呢 那這個就是 我看到 中科的行為 那第六點呢 他都寫得很詳盡 為什麼 他都覺得 只是做眼力測試 是不足夠的 那跟我之前說的話呢 都叫做有少少吻合啦 那我都很猜疑 那我都很猜疑 他都支持這個國部 都支持這個國部 作開一些運動 用一個統計學的方法去查 那這個都是由我一向提出的呢 就是 引接的 那當然 現在有人出到來 說 不贊同這個做法 那這個呢 就是港鐵現在委任的一位 專業的工程師 不過這個專業的工程師呢 曾經說過呢 他覺得做眼力測試 比例頓都沒有什麼問題呢 那已經 令到我 抓穿頭都不明白 對於他本身的立場 是在哪裏呢 是吧 那 可能呢 我也覺得那個工程師呢 是完全不明白我講什麼 現在我講的 是32板牆的其中五板 即是60米的而已 而60米呢 是講的那個 那個運輿堂 那個月台 是有三米那麼厚 只不過是最底那一陣 拼了一些石屎露出一些鋼筋 那露出了一些鋼筋 那你當然是看不到 裡面扭多少的啦 因為那個工程師呢 他說拼了石屎都看不到 那當然是看不到啦 但是你拼了石屎之後 你就剪的了嘛 剪的時候你扭出來 你就看到咯 那如果你是拼了一些石屎剪 當然不是剪完二萬六千條啦 你就剪十幾二十條看看咯 如果你剪十幾二十條 全部都是好事正的 沒有剪短的 那 那他現在說抽樣嘛 那這樣也行 那就當他其他那些沒事咯 那難道二萬六千條 剪十條 剪二十條 沒得整個月堂會倒塌咯 那他說什麼啊 那我真是不明白啊 那就是說呢 我覺得現在當前急務呢 就是盡快 政府應該出手 和港鐵港 他在這個馬力測試方面以外 一定要做一個局部的 鑽開運動 去抽查那裡頭的港斤 去確保這件事情的真相 可以大白 對我本人來說呢 我其實是希望 抽十幾二十條出來 是什麼事都沒有的 因為這樣呢 就表示 這些事情是全部安全 也都還回港鐵一個清白 也都還回禮頓一個清白 因為現在禮頓 承認有件這樣的事 但是他撿回一隻貓 港鐵又信了禮頓嘛 所以只做一個這麼簡單的工程呢 可以還回禮頓和港鐵的清白呢 其實我覺得 有什麼不好呢 所以更加加劇了我 一路的信念 我覺得應該要走這一步的 所以今天收到 中科興業的這個新聞稿 我就作出這個回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就是你之前 發言大政府說 不理由交報告給法國 但是不理由 中國現在都交到報告出來 其實就是在市場 就是不理由交報告 中國有一個問題 其實是 就是不理由 之前是收到報告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今時今日 個個都叫個個交報告 我會告訴大家 交報告 是形式的 是表面的 因為任何人 交什麼報告都可以 我們可以寫十萬份報告 不過報告裡面 是說什麼的 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大家相不相信交報告 會有人開成報告 說了一些我們之前未知的事情 所以呢 法官介入調查 有傳召力 有司法無權 這個是必然重要的 但是我為什麼要這麼針對 要撥爛一些石屎抽查呢 就是我覺得呢 法官去調查 無論如何都好呢 因為那些紀錄沒有了 紀錄沒有了 都是要覆述人說的話 我們是永遠都是基於人說的話 去決定到底裡面是怎樣 如果有人說只有十條 那信不信是十條呢 紀錄都沒有 怎麼證實呢 所以在這個 這樣的本質的問題上 我呢 除了還回禮頓和港鐵一個公道 作開部分 現在那五板牆的下面的那個 陣底的一些的混儀土 去剪掉一些鋼筋出來 看看呢 是沒有其他方法的 而我又擔心呢 如果現在不做呢 將來的時間沒有了 沙中市是更加嚴重 到時就出現其他的問題 那些專家告訴我 如果法國真的有一個很大幅度的 剪短鋼筋做在這些 這樣的石屎裏面呢 其實是有其他方法 可以補救 強化這一層 令到呢 其實是可以不用 剝硬了它 從頭來過的 甚至乎上面如果鋪了腦軌呢 都不用去重新處理 那這些就是專家的意見了 就是靠個 不知打針呢 還是什麼呢 在那兩方面 在那裡 那兩方面呢 可以加股 是一個的 石層 這樣 是 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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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